正在收伏失地,現在升有幾十點 似乎市價跌不下 數數的因素仍有很多 今天可以衝敬兩會 今天收市後會有同股不同權和兩地上市 到底可否立入恆指的報告 我們先問問短線情況 短線的港股恆指是否跌不下呢 上次提到限生指數 大家會看著會否做第二席 但樂觀點就是第二席 可以用時間拉成一個環行區 現在就像是這個情況多一點 因為連上個星期想著 他要再試低一點的時候 都試不到,即是補不到列口 之前說四月初兩萬三千二個列口都沒有補到 對,很失望的,未入市那些 未入市,但我們都常說一件事 就是常說趁傳統指數回調的時候 是應該開始找一些股份去吸納 即是優質股份或優質版法 都會很快又衝上去 對,也不跌 但恆指我覺得短線 當然你說這段時間還有兩會去衝勁 即是新基建是否可以 還有外圍我估計其中一個比較大的焦點 就會放在負利率 因為你看到金價今早抽了上去 其實星期五晚 其實美股時段的金價都慢慢抽了上去 最主要就是市場在衝憬 會不會有負利率的出現 今天可以晚一點再講多一點 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你說回到恆指指數公司 會不會放多些新經濟股進去 或者大家最著重的同股不同權 甚至ADR那些 我自己覺得要開始鋪排說這些 不是只為市場是否失望 而是我怕恆指的定位 很容易被其他指數取代到 其實MACI中國指數 過去這兩年三年 其實遠遠跑贏了恆指 還算是股息率的話 因為裡面有很多我們經常 二熟兩場的阿里巴巴那些 我自己這樣看 這個都是大方向應該要加的 但是究竟指數公司 會不會有少許考慮因素 放在股息率呢 這個就真的可能會考慮他們 是的 因為其實港股 是在機構投資者的角度裡面 其實這麼久以來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在西方國家來看我們港股 就是我們的股息相對高 以及我們的稅制比較優惠 是的 變了究竟 我會說 兩害取其輕 我猜它會拿回一個平衡點 就是鋪定路 可能會有一兩隻準備日 可能選一隻W 又做ADR 其實大家都很容易會想到 立即去沖景 對 一定會走 因為始終要鋪上中概股 遲些將來回香港的路 對 不過我很多時候都會想到 除了收息之外 是Total Return的概念 不是說收息 其實股價升跌可能更加影響 我們要避免賺價 賺息蝕價 這個情況出現 原來黃色暴雨警告 大家要小心點 出門看他多大隻 另外 Andy在 很多類股份都很熟悉 所以你們快點就寫下你們的問題 或者美股 或者過股的問題 剛才我們提及過 恆子未必可能會有第二隻腳 又可能橫行 還有現在恆子 如你所說的 代表性都很低 我們有一半 還是銀行股 地產股 那類 跑贏 別人的指數機會都很小 真的要看看 今天恆子公司 會不會大刀闊庫進行改革 引入9.8百 不是9.8百 雖然都是看著他 引入雙股和兩地上市的股份 當然 所以 今天 9.8百真的有點小 上到二百元以上 怎樣 其實 以ATM來說 這三隻 這段時間 他跑得最慢 最輸 記住 這個星期 他自己都有業績出 對 幸好 我看到暫時市場 說怕廣告差 零售差 網上消費差 但是 很幸好 難夾是倒退 對 但是 剛才所提到的位置 如果你說 銷售差 大家預算 之前 price in 某部分 有點像美團 大家說得出的負面因素 股價都已經反映了 如果在業績上 反而我自己就不太擔心 應該都是 今次 大家都是看著 疫情最受惠的部分 就是 它的cloud 是否可以 其他同行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爆炸性 增長在 嗯 所以我們都觀望著 阿里巴巴的業績 現在市場股 它會難夾 非通用會計準則 的順利 會倒退 一成九 每星期五 就會公佈 這是全年業績 當然焦點 在第四季 那部分 涵蓋到今年年頭 去到三月底子 阿里巴巴今天 都上到200元的樓上 另一隻是3690 已經是上個星期 發力了 今早又破頂 一百二十三百一 厲害 是 其實這樣說 這兩隻股份 剛才提到3690 或者9988 都有指數公司的衝勁 其實 我覺得今天 會比較真 因為其實連著 三百八一起移動 哦 三百八今天都有力 市場是肯 真的大力炒這個 糟糕 你都猜錯了 那是 遲早會發生的問題 我覺得市場會收貨 就是剛才所說的 只要你透露少少 guidance的感覺 就可以了 即使今次不進入 什麼時候有機會 都不會太 對 當然最好就是說 負聯合會 我猜最勉強收貨的 就是一年內 嗯 有好 今天的美團 都是繼續向上 不過有關於美團 或者阿里巴巴 都始終都要等 那個 諮詢 結果是什麼 另外其實還有一隻 都是雙股 如果萬一 真的納入雙股 其實有可能 小米都受惠 因為它的市場都相當大 大過很多現在的行資成分股 大過很多現在的行資成分股 小米今天都升了超過百分之二 本身小米 一來就有雙股的衝勁 二來就是它其實上個星期 已經橫行突破了 技術上是發力的 還有5G概念等等 其實我們經常說 ATMX 幾隻要排 小米你覺得它排到多少 小米其實我覺得現在 還是比香港市場低估的 實力 如果你說真的要排 其實很難排到第一第二 它會不會上到第三 我覺得暫時這一刻還不行 是 它欠個什麼位呢 就是要市場起碼將它定奪到 認同它是唯一的 跟大數據相關 其實它存了很多年數據 其實你每用一部它的手機 或者IoT的東西 其實你都要開戶 這樣的時候 就可以存在你的資料 其實有少少像美團 就是可能初時美團 就算上市那一刻都是定位 說自己是大數據 沒有人來的 是 現在小米我覺得它 我覺得它是有少少部署 特地這一刻 不拿出來講得太多 但是大家想想 如果你想起三八八八 去了美國上市的KC 即是雲端那個上市 其實它自己都投資了很多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其中一件事 在那邊升了不少 所以其實它的股價 最近其中一個升幅 是有這方面的盈利方面 即是水藏船高來的 是 當然另外IoT的 我們就說了很久 等它慢慢發酵 但是你說短線再炒W 我覺得今天追進去 就不太直播了 除了你說剛才提過這麼多 是9988和估值還有很大 和我們的計法還有很大的折扬 想追的話 都寧願只追9988 明白 正願追9988 所以就回答了很多朋友的問題 每次都回答了9988 3690 700 和1810 有位朋友 留言 我們的背景不太漂亮 忍受一下 我們將來 不日會公佈有重大的事項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著 我們中環財經連線 接下來的新發展 先忍一下背景 我們掃一掃一些問題 有些朋友發現了 他說蘋果股 但其實不應該分類成為蘋果股 因為信譽沒有接蘋果生意 但信譽跌了10元 這些我們應該叫做手機类股份 手機設備类股份 現在跌9.9 跌幅超過8% 什麼事呢 另外還有一隻2018 同樣都是急速超過5% 其實上個星期五 公佈業績之後 曾經是威脅小聲過來 但已經是打回原形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會不會有什麼結構性 或者是盈利上的一些不利因素 如果以為何今天跌呢 暫時就算我掃著BloomberK 我都看不到有什麼特別身份出來 但是如果以上個星期五出業績的2018 其實我不覺得那份業績特別兩例 其實是某程度上 不知道那天找什麼 為什麼呢 你見他出完業績 其實他下午都會馬上收回來 你叫做勉強 叫做好的市場預期 但所有事情 無論究竟他原本的收入 那些都是有明顯放緩的情況 再加上其實他 他的前景都不是說得特別好 嗯 其實我覺得 不知為什麼 即今天差 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 他就當他跌回頭 但2382 我這個都看不到有什麼消息 唯一有想過的就是 會不會跟類似981的消息相似 就是說內地開始很多 突然間多了很多自主研發的東西 會不會慢慢這樣去 那些人在想 會不會生意上有些結構性的改變呢 那這個是一個問候 這個就是暫時不知道 那會不會因為受累台積電呢 嗯 即台積電的消息都其實幾影響整個手機 因為你會牽涉在中間的兩局的關係 是的 我覺得有機會是這個 但坦白說我都未找到一個確實消息 那沒辦法了 現在就信用光學仍然在跌這麼多 我們稍後看看有沒有什麼因素拖累 講到中芯 立即看看 中芯今天成交非常之大 大過騰訊大過阿里巴巴大過小米 他現在是最活躍的港股 有28億的成交 他本身上個星期開始 因為他有個業績非常之強 但其實業績之前已經有營起 但是等到業績之後才炒起 今天破頂價20.7 當然很多朋友問到中芯 到底現在又破頂又盛了 那還買買一個呢 其實中芯之前大家可以幻想的消息 其實都出賣了 除了業績之外 大家一直期待國深 這件事 這件事 剛剛在週末的時候 政府出了註資進去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 叫做 實現了大家市場之前去炒作那件事 我自己之前就一直說 看中芯大概去回21元 為什麼我叫去回呢 就是當你算回合股那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最初上市的那個禮拜 其實曾經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價格就是 21元 當時如果用來做個參考 你算回上來 當時的高位是大概27元 但是我自己這段時間 一直定住說21元是短線目標 我自己覺得 可能設置五天線 10天線做個短線的指賺水平 我猜這段時間抽得比較急 你實際上說之前業績比較漂亮 但是PE都拉上去不少 就是估值拉上去不少 還有之前21元是計算 究竟他會不會分拆入A股那件事 我覺得差不多 不過這個中芯成交這麼大 而又破頂 可能都是因為中美現在越來越緊張的關係 因為原來有些朋友解釋了 很厲害 我們的觀眾 有朋友說 原來特朗普的 speech 影響了2382的事情 因為怕打壓華為 就打壓其他 所以信譽就狂跌7% 我們看看763 其實中興上個星期已經說會搞他 今天真的跌了2% 去到23% 這些暫時要避開 暫時會避開 但是這些硬件 我經常說是比較下游 是比較慘的 你上面未知道 未明朗的時候 下面一定是受量 已經沽了先 但是經常說 如果你是吃回 中美貿易之後的受惠 就是我們經常說 雲計算 健康醫療這些 因為你們兩個大國 大家不肯合作 大家不是玩大塊餅 大家不再做大塊餅 大家做自己的塊餅 其實已經過了陣痛期 現在市場 你想想年多前 那些股份 已經只是炒作自己內地的數據 美國就炒作自己美國的數據為主 大家要爭的 可能只有歐洲那邊 或者是新興市場的數據 但是如果說新興市場的數據 應該中國是有比較著數的 所以未必會輸完 各自炒 我不敢說 贏還是輸 如果以整塊餅來講 大家都是輸家 但是如果以自己做自己的塊餅 大家走各自的路 沒什麼所謂 但是要炒那個部 現在就不像炒那樣東西 進入那個Stage之前 可能這些都暫時會比較弱 始終這些都是設備股為主 剛才說的都是一些比較軟件性多些 輕資產多些 其實你剛才提到2、3、8、8、7、6、3 這些全部都是實體的 比較著重一點 所以這個都要留意 除了這一隻之外 有些很強勁的移動股份 就是133 搞什麼 跌了5% 跌了6.3 去106元 就好像說它有些管理層不續約 所以股價就急跌了 其實除了它之外 241 今天都回得多 跌了2.8% 這些長升就長有的格局 其實我們就經常都很怕它會斷纜 但是另一方面又覺得 它跌得差不多 又很想罵回 我們集中講一百三心 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都是維持大家預了它貴 我經常都說 你預了它貴的時候 就預了它搓得厲害 只要它不是 通常我們會這樣看 當我們自己覺得目標價去了之後 股值又貴 如果開始出現禁錯 要避免一件事 你不要之後看到它開始像圓頂 現在還未像圓頂 暫時未去到很排貨格 大家都是在5050 在猜是不是排貨格 只要沒有真的出現一個排貨格 沒有突然跌穿一些比較重要的上升軌 我會用上升軌 你不要用橫行 因為派貨格用橫行 不是那麼準確的 但是暫時未見到的 我暫時還會 這個講短線 你說長線的 我經常都說 你相信大健康這個情況 互聯網加醫療 是未來內地還有兩三年的爆發期 我自己覺得是會繼續長渣的 你說二四一 今天我當然是拖一拖 比隔離 如果 我常常都 幻想的事情 我常都說 買完一隻股票 我要想定 哪些信號開始出零 我要知道 會不會有機會要走軌 除了剛才說的 派貨格跌穿 可能 不止今天低位100元 可能跌穿90多元才走的 但是 如果還有些信號 例如開始見到 他營利 即是說他的業績 開始英俊 英俊 英俊可能是連續三季英俊 那一刻就要擔心了 因為現在市場炒這種股 股份 或者最近這些概念 全部都是 我不介意你貴 是的 我是炒你 營利已經回來了 還要是 預你營利 剛剛回來的 最爆炸性登場 那就是說 如果 通常 如果真的有些正面數據 回來了三季以上 連續三季以上 那大家就會開市場 到時去想 究竟 是不是最爆炸性的時間過了呢 那還有一段時間的 是的 不用擔心 所以現在有機會 是有可能還有一段聲勢 不過始終你不能夠 天天升 所以今天回到百分之二 說到一些大健康概念 上個禮拜多了一隻 就是九九九六 有朋友就有貨 就問沽不沽好 另外queen就問可不可以入 那我們應該漏夜說科場 還是不知什麼那句是怎麼說的 應不應該對於配交 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 坦白說是用氣氛去說 你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仍然很相信 總之你連B股都不散 那些B股都未散 最好的就是 拿到旁邊的一兩隻 例如最近一百零一 你就當是氣氛參考 你說究竟現在整個基本面 是否sustainable 大家都知道B股不是說是否sustainable 始終我會覺得一件事 現在的健康醫療 特別是新類型的醫療 是似在炒一個什麼concept 看回兩三年前 第一次那一刻大家去炒雲 大家去炒5G那一刻 未有些sustainable 大家先炒了 然後呢 通常這些pattern是怎樣呢 先炒了一個比較急的 然後你預去悶大概年多 大家不再看了 之後才好像今次雲計算 那麼舒服地坐上來 我預計 未來的醫療器械 都會是這個情況 就是說還有一股 短線你先炒 我都說101那些都未回 你就追進去玩笑 立即看看101 今早還在破頂 升超過2% 市內外製製都繼續向上 還有一隻2500 那些心反智患 嘩 又破頂 升4% 2269這些都還是繼續 就是這些生科 醫療器械 那個氣氛在這裡 其實大家都是 抱著一起玩 抱著一起玩 不要抱著一起寫 是嗎 有很多人問 生科還有一隻 1873 有位朋友問 1873維亞的 這樣升了很多 現在現價可不可以再升 坦白說 剛才這樣說 就算炒了氣 剛才說的幾隻 我都會比較了解它的背景 坦白說這隻背景不是太多 但是我不是太研究 太多一些1873 但是 以一個技術走勢來說 我自己就不喜歡 太誇張了 短時間來突然幾棍爆上來 這些pattern我不喜歡 是的 要留意著它 可能突然之間高追的風險 不過今早上升超過100% Elsa幫我回答了 這個有人持官歸故 有人連夜廣課場 我們的觀眾的中文水平 真的很高 醫療器械股的熱潮之下 1501 可不可以再上次看過1501 是嗎 康來升成 哇 今天的醫療器械股 真的怎麼追 其實這個pattern 我記得上次也說 其實不只是香港這邊 其實美國那邊也是 你講過 因為我自己覺得現在 其實我們自己有時候說 板塊輪動 或者究竟說 現在表面上 因為是疫情的所有事情 令到大家很著重這個板塊 但是如果好像我們這些 其實一向參考 美股這麼多年 我們所說的sector rotation 板塊輪動 其實每次經濟差 都會拿醫療裡面的一些 最主要是醫療會跑出的 爭著一定是醫療那一刻 是炒藥 還是炒器械 還是炒分銷 其實這些是很多年前 不是什麼新的炒作模式 只不過今次在港股 以氣械為主 所以你這個市做什麼 其實大市根本就不動 你只是炒這堆東西 你拿著這堆東西 其實行指升定跌 五月窮窮 根本就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都沒有理過市 拿著這堆東西 已經夠照 除了醫療器械 還有B股類股份之外 另外上星期也有新上市 983就是物館股 今早又破頂了 我利薪抽到兩手 現在升了超過7% 恭喜 散戶腔 沽不沽好 不沽住 特別你今天我自己看見 連旁邊的 通常這個板塊 跟剛才說的這段板塊 有同一個情況 就是大家沒有什麼好炒 總之 就算你很害怕 你當這層是美水 你總之看著整個板塊 氣氛有沒有轉變 氣氛沒有轉變 你就繼續推上去 其實現在 你看到這兩個板塊 都有一個特色 大家知道是貴的 大家知道是炒將來的 但是 找不到其他部份的時候 就是用氣氛去炒 是 所以這些都沒有什麼 基本的分析可言 你看到6049 13319 全部都還在推上去 我覺得 不理會 總之我就拿著它 這個 我們說了很多 新派股份 都是市場熱炒股份 都要照顧一下 比較舊派的觀眾 我們先說三八八 其實它介乎新舊之間 其實如果 譬如恆子 你真是換入了新的概念 再加上中概股 中美關係不好 其實有個結果 會怎樣呢 可能會更多的中概股 來香港上市 港交所 怎麼算都是有利 這位朋友 還未買的 可不可以 撐一隻港交所 我覺得可以的 上次它最近 剛剛出現業績 那一刻 只要它不失手240元 其實是挺漂亮的 後來之後兩天再放下去 都沒有穿這位 所以之後就開始 炒你剛才說的衝擊 我會看好一點 因為其實你看到 這段時間 除了你說 剛才提到的中概股 那些想法 時間不升問題 但另一方面 你看到IPO 其實做得活躍的 是呀 好多B 好多WU 是呀 特別其實你過了一陣子 雖然香港比較少人 留意ETF的成交量 但其實接下來 他們都已經推出一些 受惠於莊家 即是說 希望令到 連ETF市場的交投都活躍 那你見到 它做很多事 都是希望整個港股 的成交量提升 那我見到 一步一步的部署是 發生著 嗯 所以我會說 長線看好的 短線 或者中線 你自己看著 二百四十元 不失手 我會繼續看好 其實港交所 那兩支陰燭 就是那幾天 小家說不俗約 然後就掉下來 剛巧出現那兩棍 港交所之外 我其實有點疑 不過你剛才提到ETF 我又打蛇除棍上 我今天講很多理喻 厲害不厲害 打蛇除棍上 我先問問3175 有位朋友問3175 問3175 問3175 現在入不入單 其實我是想 double check 什麼時候 六月那張期貨合約 又會完結 會不會重演 五月那時的慘況 其實他已經轉了去九月 所以其實 對喔 所以他不關六月 對 所以你見他那次由六月轉了去九月之後 那一刻是用大概二十七元去買九月 如果沒有記錯 你見到為什麼這一段時間 你明明見到 積月的油價 但那麽多次不關他事 你以為想捏死他 明白的 這就是商業還商業 即是投資還投資 那一刻你見到現在 我現在按住九月去看 現在大概三十一元 其實你上網都不是太多 其實他如果當技術走勢 就三十四五元 但是如果用回基本面 油價 其實就算你說幾個月前去想 當第四季所有東西向好 即是說經濟向好 供求平衡 其實都是瞄著大概三十三至三十五元 所以簡單來說 你如果現在這一刻追入三十七五元 我當我看著九月 其實可能都只有大概 勉強十個百分比目標價 如果我用這個分析去看 即是如果用旗幼 炒了ETF才只有十個百分比 其實真的很難 其實不是太吸引 好 這一隻不吸引 我們看油價 金價 因為有位朋友問到金和2840 因為金很強 雖然好像我們見到美國有很多很噁心的數據 但是股市沒有反應 以為是不避險 但是金價仍然是很高位 即是Spider 今次已經破位 那其實它破位 我們能不能夠一下追 其實金價這麼強 是什麼原因呢 OK 在我打金價之前 我想回到油價 說多一點 如果大家真的想博油價 即還有一個反應 之前油股 我說我們自己就profit taking 我見最近很多人 會去想一些油服 但是要記住 這段時間我也是想說 比較安心我 就是寧願簡直二百分之三 你看它現在正在做高低腳 像一個三角形 還有最重要一件事 如果現在你要博油服 你要博一些 雖然不容易出現 唯約或者支金鏈團裂的股份 如果在香港上市 應該這隻是其中一隻 會買得比較安心一點 在我一角度 它其實只要突破大約六個八 就會突破到上升三角形 那你就可以去博到大約八元附近 喔OK 上升的水位都不錯 那你就拿著大約六個二 左右做止雪 好 那雖然我 金價 是金價 是的 那金價這樣說 大家現在市場短線 就是拿著負利率去炒 我不太學術性的一件事 大家其實說聯儲局 是不是真的會把利率調低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看資產價格 很多東西其實已經開始 Price in 了進去負利率 如果很簡單 如果那些債價 債市 為什麼債息 這段時間 推不上去 不斷壓下去 根本市場已經在炒 那所以短線 令到金價突破 就是去到1760 我們之前說 1760會是一段段路的目標價 但是如果不記得一段段 長線來說 為什麼我們年幾兩年前 已經說金價是很大機會 會創新高 就是很有信心說會創新高 原因有幾樣東西沒有變 利率繼續走低 是啊 如果負利率很嚴重 是 你所有硬資產價格 其實應該要爆升 我說硬資產價格 但是另外 最硬是金 金和樓價 但是其實 等一下再說 我對樓價 或者板塊上面的想法 金呢 還有就是 我們之前有說的 其實很重要 還要看公求關係 公求關係 如果是實體的公求 我們看到公求 是理好金價的 說實體 就是唯有多少人去買金 但是如果用虛擬少許的 虛無少許的 一些公求概念 就是說 金礦出產金的量 跟聯儲局 或者央行印鈔的速度去比較 其實我們就會見到 現在金價都還是比低估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看好 我們只不過 黃金相關的比重 我們盡量保持著 這段時間 常常是5-20% 佔整個portfolio 是的 但是中間有時候 可能拿著這些 好像實金 例如Spider Gold 或者 有時候我們會進取少許的 會走去買金礦股 是的 我們金礦股 最主要 大家跟得來都會知道 我們以RING 即美國一隻 金礦股ETF 為主 香港 如果要在香港選 我們就只選1787 因為相對去做金的業務 是比較多 是比較純一點 應該這麼說 哇 今早都升5% 果然真的馬上來 這些金的股份 是的 我有兩手 但我兩手是建業 我不是兩手9996 如果是9996 我請全場吃早餐 哈哈哈哈 那是沒有份的 哈哈 已經整人治了 是的 我是兩手建業 為什麼 好了 雖然很多問題是未回答的 但我也是想額外抽一些時間 就是問兩會 是 因為上一次和Andy談的時候 你兩會都提供了幾個版法 給我們考慮一下 譬如說有內地的電網 特高壓電網 還有一些內需股 那你看 今個星期會開兩會 兩會的版法 在香港我們怎樣保處呢 兩會其實 如果你說舊經濟 即傳統經濟 例如水泥股 或者390 那些 水泥股比較好 但是390 1800 那些我自己是怕 究竟他們要吃多少債務 是的 所以你見到這個股價 經常不是很抽到上去的 但是呢 反過來 如果你說喜歡基建 即是比較傳統 我會寧願選一些 3339 1157 是的 甚至你說拖拉 118 這些就是拖拉 其實會好玩一點 或者動力上 你會覺得感覺強很多 是的 因為這些就是機械股 但是 水泥我自己一向都 個人是很一般的 是的 原因是他們 特別如果拿著 3323 大家都知道 通常我們的感覺就是 它是一隻炒股 是的 對 剛剛概念那一刻 我就不會慢慢坐著 就是914了 嗯 既然 水泥股不是我的氣候 我就不會陪他坐的 好 起回來我就炒了 3323 嗯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兩會最著重 一定是看新基建的 是的 那 最著重 香港的股價不算太多 但是一定 例如有隻 ETF226 這些其實在A股 我們見到相關的股份 就是雲計算業務 這些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都開始有力 對 似是在炒這些東西多一點 但是 剛才節目一開始說了 機設備那些可能 暫時未夠受惠 所以一定是選擇這些 和真的做Storage 做計算的股份 會好一點 這些 Andy 其實都和我們介紹過很多次 就是慢慢坐上來 這些 這條簡單 乾淨 易明 不過最好你下次介紹 Underline是哪幾隻 重綁股 或者讓我們認識更多些東西 有時經常看圖 都太過表面 我們是要深入一點 有幾個朋友都問到一些航空股 可能大家都在憧憬中 因為內地應該率先會 又可能回復正常的空運 客運 但今朝國航也是轉到兩先 這位朋友心他在4.74元和5元有貨 都是重貨來的 現在照計他仍然是銀價 我當他平均價4.8元、4.9元 他應該怎樣做呢 我怕他可能要再預算多捱一段時間 因為上次就講到如果大家炒航空業可以好 我就說他簡直是1.48元和2.5.8元 但1.48元那一刻炒航是薄為除靜 你見他除完靜後就沒有力氣了 2.5.8元相對沒有這個概念 你見他仍然是還行的 我會這樣說 我仍然還是不會看那三隻恐怖 因為現在大家如果這個周末有看消息 其實市場是先開始吃一件事 其實內地會不會有第二波疫情 很害怕 是的 還有大家要記住 縱使第二波疫情 大家原來全球都處理得很好 很smooth 整件事走出來 我相信大家還未這麼快 敢坐太多飛機去旅行 你只會在那裡為了做生意的人去坐 不是一家大小小小小小 這個暑假應該不會去坐 哎呀慘了 還未去得旅行 所以其實你凡是跟resort相關 即是度假村 甚至是一些郵輪 我們暫時都是放開一邊 迪士尼會不會好些 迪士尼會好些 因為它還有Marvel系列 還有拍片未必可以 但它仍然有個subscription 其實我今天有準備 subscription 即不是為了迪士尼說的 而是我們上次有提到的 Cyber Security 是的 即是看時間 即是預訂的制度 是嗎 有這個概念 即是有少許預訂 但其實我上次不是有提到的 其實現在市場是開始找一些 叫做後疫情概念 是的 其實所謂的後疫情概念 就是新的生活模式 甚至我終於開始聽到 我大概兩年前 為何我那時候這麼大的運計算 就是說這些是新一代的公司 是公用股 哦 這些算是摘經濟股嗎 摘經濟股 但是開始要想到旁邊的東西 摘經濟你會很多時候 只是想到 其實差不多概念 就是Netflix 那些東西 大家會想到 打機啊 飲天堂啊 switch炒到上 等等等等 但是 剛才所說的 就應該開始是再遠一點 就是一個新模式 其實就配合剛才所說的 負利率關不關事 我想說的 帶著樓價這個 我就回去 對呀 樓價呢 我自己會這麼看的 如果你說辦公室那邊的樓價 講說全球應該會 會更遠一點 原因就是 就是摘經濟之後這個新模式 其實外國反而是 趁這個時候 做很多這些大家work from home 的準備 因為其實可能 對外國人是更加重視的 因為大家不需要 每天可能駕駛半個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 去上班 大家會很願意去做這些 是 但是 反過來 多人留在家 那麼 有機會變成住宅的價格 未必有什麼 反過來可能 未來住宅的價格 會叫跑贏 過去幾年 我們經常都覺得 辦公室的價格 嗯 嗯 這個是我自己 暫時這樣想 但是回去了 講來講去就是 為什麼這個疫情 會令到有一個新的模式 大家 用很多的 開始運業務的東西 大家 即使美國都開始說 會不會有些運業務的東西 分拆出來成為利息 嗯 是的 那這樣 好有趣 其實是對的 其實大家為什麼會喜歡 當年為什麼我會開始講運計算 就是 他們有個subscription模式 即是你一用了 其實你是 你自動有一個多強大的互成行 你不會只是subscription一個月 是的 你一用 例如我當你是Microsoft 你一買 通常都起碼買一年 當然 用得好的 不是太差 不是突然間對方有 第二家有一個很好的 其實你不會轉 不會的了 是的 那衍生出來 就是上次開始講到 Cyber Security 即是大家會越來越著重 這個網絡安全 安全 那我說安全 其實是來自於好幾樣東西 其實甚至 剛才提到的小米 就是講一些IoT的東西 其實都 大家會開始 想 究竟我在家裡有這麼多IoT 是否安全呢 嗯 那這一點 其實 上次講到一隻ETF 就是CIBR 是 我們自己都有持有的 但在當中裡面 其實講這個行業裡面 有相關的股份 我自己喜歡 一隻就是FTNT 嗯 還有有一隻 有一隻呢 都是這段時間很受惠 疫情的 就是EVPG 嗯 兩隻的業務有些少不同的 EVPG那隻我喜歡它的原因 其實它是在全球上 雖然大部份業務都是以美國為主 七成以上以美國為主 但是它剛剛簽了Boston 就是州政府 跟它簽了 我們接下來要做很多 Enterprise Solution 嗯 就是說 我們說 文業務 文業務分很多種 嗯 例如 剛才說的Enterprise Solution 就像香港那隻268 金碟 就是做這些ERP的事情 這隻股份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做一些 Critical的事情 的情況 就是說突然要救忙 嗯 就是說幫企業救忙 幫整個人 究竟安不安全 EVBG 你等我找不到 然後 為什麼它加上了 哦 OK 這一個是我們最喜歡的 其實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你看到它升了很多 嗯 但是正因為越來越多 政府和企業 因為趁這件事 要跟它簽 其實又是一個subscription 你不會突然說 我需要你這個Critical Solution 之後你突然說 我不要你了 我通常盡量選一些股份出來 等大家 就像上次這樣說 留著一袋 看看正確的時候去買 還有一隻的 就是真的好Cyber Security 就是那隻FTNT 嗯 應該類似 應該是Fortinance 應該是 對 其實這隻股份 即是在Cyber Security 上升了很多 就算見這些股份 你都會覺得好像升了很多 是 但是其實就 其實我們自己覺得它不貴 是 它做些什麼呢 又是說remote office 那些事情 但是正是正在什麼呢 其實以那麼多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就是這次的疫情受惠股 升了之後 其實股值會變得很貴 嗯 但是這隻在這麼多隻貴的股值當中 其實我們覺得它不算貴 原因是 其實 美國有一套 即是叫做 rule of 40 即是說 只要你的revenue 未去到40% 每年的增長未到40% 其實你的cash flow 是差一點 是可以接受的 而這隻呢 還要比 rule of 40 更加好 是在說它的情況 雖然只有21% 但是它的cash flow 漂亮 因為剛才說的 rule of 40 是cash flow 差的部分 但是它是 有大概21% revenue 的時候 還有36%的cash flow margin 是啦 變了其實它應該是很有實力 去比更加高的估值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大家知道經濟下行 其實大家會找一些 cash flow 強 即我們經常都說 小心會不會怕錢斷裂 會不會怕債務偉弱 其實說來講 就是看公司cash flow 強 就是不怕 其實這一隻是符合了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講的條件 是的 所以這些就可遇不可求 這些要盯著 都是那句 不是說叫大家現在衝進去買 但是一定要留意著這些 就是未知性 或者你見市場回落下來 就是股份只不過只是橫行 通常如果這個情況 如果股市一動 那股價就會衝上 那你就趁它這個橫行 不是才追進去 所以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Cyber Security 有什麼選擇 就是剛才有幾個選擇 都可以讓你考慮一下 是的 FTNT 可惜意在高位 所以不是說現在買 就是叫大家帶著一個袋子 好 我們不如再問一隻 傳統股份 都已經50分了 而且外面好像塌樓 下很大雨 不知道這些人能不能走得到 有大傘 我們再問一隻 788 因為真的很慘 788 市升不升 市跌又跌很多 今天還是破低位 破底 一個月以來的低位 最少一個月以來的低位 突然因為788 都保留了很多人的錢 經常想5G 5G 但升它都沒有它份 它橫行了很久 我們經常怕九手必失 它向下跌穿了 是否還是要認輸 是的 你為什麼說是呢 因為短線的環區已經穿了下來 你應該是大概1.67 1.68 我記得應該已經穿了 上次也有說過 上次說突高壓 是令到我788 那一刻我已經不太好 原因是怕它的增長需求沒有預期那麼高 如果這次兩會會說突高壓 其實有機會是令到七八八受禮 所以這件事我避 還有我都說如果大家這麼喜歡鐵塔的東西 我們其實是走了過去買美國鐵塔 是的 你說了很多次了 同一個concept 但是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說 自中美關係之後 我們所有東西都分開 你同一個concept 有時候走了去美國選 是開心很多的 嗯 是的 有關於為什麼突高壓 會拖低中國鐵塔的前景 可以重溫兩個星期之前 當時Andy比較有詳細的解釋 不過說不太多 兩會都不夠時間說 不要緊 我們兩個禮拜之後 再找Andy和我們做節目 今集財經連線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 大概10時和大家一起見 拜拜 啊 什麼時間 很明一 我們看看 超級奇蹲的 耶斯汲